台湾国际报 The Taiwan Times制作播出 值得您关注的国际新闻节目 欢迎大家收听台湾国际报 我是星宇 马上带你来关心今天7月10号的国际新闻重点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 接下来马上带你来了解到今天的新闻有 斯里兰卡抗议民众闯关地 总统金船已逃亡 澳门疫情升温下周将停止非必要工商活动 修图要标示挪威新法上路 马斯克终止推特交易案 布林肯与王毅会谈 关心北京对台挑衅行为 如果想了解今天的新闻内容 就跟我一起听完台湾国际报吧 今天第一则新闻就带你持续关心到周三曾为您播报过 斯里兰卡破产的相关消息 斯里兰卡总理威克瑞米辛赫5号在国会上宣布 斯里兰卡已经破产 国内的民生物资 燃料及药品也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而短缺 人民的生活可说是苦不堪言 昨天斯里兰卡还爆发 今年最大规模之一的抗议活动 数以万计的民众走上街头抗议 并要求总统下胎 他们甚至还冲破警察催泪弹 及强力水珠的攻击 传入位于首都可伦波的总统关地 而总统拉贾帕克萨当时并不在管底内 总理办公室所发布的声明中表示 总理威克瑞米辛赫已经要求国会议长 召集各党礼秀举行紧急会议 来讨论如何处理国内的情势 但他也在会议结束后宣布辞职 最新消息指出 在总统关底遭民众攻占数小时后 斯里兰卡的议长也证实 总统将于7月13号正式下台 根据当地媒体的报导 总统拉贾帕克萨目前行踪沉迷 报导还引述可伦波港务长的说法 有车队护送黑色长车内的乘客登上军舰 行李的部分则是被送上零银骚军舰 而两架军舰都已经实力港口 而斯里兰卡海军发言人尚未回应媒体的提问 斯里兰卡的后续消息就让我们来持续为您关注 今天第二则新闻带你来持续关心到澳门的疫情发展 澳门6月中开始疫情逐渐升温 确诊者持续增加 再加上医疗设施的不足 澳门政府将征收赌场酒店作为医疗用途 澳门政府也在昨天的记者会上宣布 澳门自7月11号到18号将暂停所有从事工商业公司和场所的运作 但社会必须运作及居民生活所需的公司及场所不受此限 此外市民非必要不能出门 出门也必须佩戴符合标准规格的口罩 若是不遵守规定将会有刑事后果 澳门警察总局也将在路上巡逻及设置路障 但他们也强调这些措施并不是封城 只是禁止安排 澳门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欧阳瑜也表示 将进入稍微清零的阶段 在人员流动下无法做到 社会必须相对禁止才能实现清零 他还表示未来一周将持续透过多轮的全民核酸检测 来加强发现社区隐藏的病例 同时也将配合人员的流动限制 在发现阳性个案时可以更快的截断传播链 降低病毒在社区蔓延的风险 下节新闻带你来关心到挪威的消息 挪威消费署官方网站近日公告 从今年7月1号起 在挪威各类媒体上的所有广告 无论是照片还是影片 如果有透过修图来改变身体形状 尺寸及皮肤的状况都必须在广告中表示清楚 挪威政府也希望透过这项立法来减少民众对身材及容貌的焦虑 这项法规包含传统媒体及现今年轻人爱用的社群软体 例如脸书、IG及抖音 就连网红及KOL的赞助广告也在法规范围内 这项立法规定的修图范围十分广泛 像是脸型、鼻子、眼睛、牙齿、四肢的改变 或是痘疤、伤痕等等皮肤的修饰都必须做出清楚的标示 若是民众发现广告有修图单位明确标示的话 也可以向挪威消费署检举 许多挪威网红对这项立法做出正面的回应 他们认为过度的修图的确会带给年轻朋友们身材焦虑 他们同时也呼吁社会应该要更重视这个问题 但也有部分的网红认为修图是让自己身材看起来更好 容貌焦虑是复杂的问题光靠立法无法解决 而挪威儿童继家庭部部长土培则是希望这项立法上路后 广告业界能了解大众所希望看见的是正常的身体而非修图 进而减少年轻人的身材及容貌焦虑 不晓得听众朋友们对这项挪威的立法有什么想法呢? 下一则新闻带你来关心到先前曾为您播报过马斯克将收购推特仪式 不晓得听众朋友们还记不记得先前全球首富马斯克购买大量推特股票 成为推特最大股东并有意收购推特的消息 但最新消息指出马斯克将终止440亿美元推特的交易案 消息移出后推特周五盘后股价一路暴跌9% 而特斯拉的股价上涨2% 马斯克在美国时间8号透过律师发函推特 以虚拟账号及误导陈述等等因素违反了收购协议 终止这项440亿美元推特交易案 早在先前马斯克就对推特交易案表达担忧 并表示推特上的机器人及假账号远夺于推特所公布的数字 推特则是对此回应 目前每天删除超过百万个垃圾账号 若马斯克终止交易 必须依照先前所签订合约支付10亿美元才能终止交易 专家分析马斯克的担忧是为了营造本市交易案的定价太高 试图终止交易的借口 再加上近期美股大跌 推特的股价同样也受到影响 推特的价值下降也有可能是 马斯克对推特不再感兴趣的主因之一 推特董事会主席泰勒也推文表示 推特董事会将会依照与马斯克商定的价钱来完成这笔交易 并采取法律行动来强制执行合并协议 推特与马斯克你来我往的互动也成为本周科技业的焦点之一 而双方的后续消息就由我们来持续为您关注 今天这一则新闻带你来关心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出访亚洲一事 布林肯利用20国集团在印尼巴厘岛所举行的外长会议 与中国外长王毅进行5小时的双边会谈 布林肯也在会后召开记者会表示 美中关系对全世界来说十分重要 美国致力于管理这样的关系并以外交为主导 他还表示中国对台湾种种挑衅的言辞 动作及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表达深切的关注 同时也关切中国对香港的管控 强迫劳动、西藏少数民族、新疆种族面诀 布林肯还说到虽然美中关系十分复杂 但本次的会议具有建设性 并且对双方的关系也有益 他也将与中国保持通畅的沟通 王毅则是向媒体表示 中美两国需要维持正常关系来回到正轨 布林肯会后也飞往泰国准备展开一系列的会谈 强化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 与中国竞争拉拢东南亚的盟友 并寻求恢复缅甸民族的办法 另外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遭到枪击身亡的消息震惊全球 布林肯也改变形成 预计11号抵达日本东京向日本人民表达哀悼 以上就是今天的台湾国际报 新闻内容由了台湾Times制作播出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下次见